1月14日下午1点G60沪昆高速渠州段 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事故 现场后方迅速排起了车队 当前高速公路正是春运前期返乡大流量 民警立即前往处置 没想到更危险的情况又发生了 追尾事故发生在第一车道 事发后四辆车都停在了第一车道 严重影响交通 因为事发路段距离渠州服务区只有两公里 于是民警简单拍照后 让能动的车辆立即开到服务区等待 事故中的最后一辆车 因为追尾导致漏油无法挪动 说话间小车的引擎盖突然起火 小车的火势迅速蔓延 万一发生燃爆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的民府警立即开展救援 民警和服警两人在警车随身携带灭火器用尽的情况下 先后在预警车 施救车及过路车上借来23个灭火器 对火情进行控制 最终与随后赶到的消防部门一起将火扑灭 因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了解 此次事故是由于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 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前车缓行后反应不及导致追尾 而最后一辆小车在追尾后致油管破裂 汽油外溢 最后引发起火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记者段盈盈盈编辑报道